这个老头正准备工作 两条狗就冲了出来 对着他狂吠 像是要引导他进入别墅 严丁疑惑地走上前 往房间里面看去 就发现别墅的主人早已倒地身亡 很快犯罪小组就赶到现场 据当地警方所说 死者是一名富二代 私生活很是迷乱 父亲则是当地赌场的老板 现场散落着各种药物和毒品 看上去死者是服药过量致死 但这种死法会让死者进来大小便世界 可死者非常的干净 现场也没有任何排泄物 莎拉在现场找到了一枚女士耳环 吉尔也发现死者手腕上有胶带的痕迹 这说明死者生前遭遇过捆绑 另外他胸口还有三处奇怪的瘀烧 暂时看不出来是什么造成的 尸体也没有被移动过 种种迹象表明 死者根本不是服药过量而死 而是一起谋杀案 布朗发现死者家中到处都是处方药和毒品 他负责提取上面的指纹 莎拉则在后厨的垃圾桶 找到了一坨使用过的胶带 看来这就是捆绑死者的胶带 今天却突然被打开 或许凶手就是从后门进的房子 奇怪的是 门锁没有被破坏的痕迹 联想到死者养的狗 那么别墅应该会有个狗洞 而且还能够容奈一个成年的男子 尼克当即在洞口沾上胶带 试图提取嫌犯留下的痕迹 此时老法医已经做了事件 死者手臂没有注射痕迹 鼻腔冲血 由此可以推测 死者是用鼻孔吸的毒 嘴角的擦伤是压迫后的痕迹 凶手强行封住了死者的口鼻 应该是枕头之类的 胸口的瘀伤不像是蚊虫叮咬 更像是外力导致的 应该是某种东西的压痕 根据目前的线索 调查员吉尔推测凶手用胶带绑了死者 封住他的嘴 按压他的胸口 逼着死者吸入了大量的毒品 想制造吸毒过量的假象 现场这边还在调查 突然来了一名金发女子 自称是死者的女友 案发时去了外地 得知男友的死 才赶到了家里 不过他不是来询问案情的 而是来拿遗产的 还非常的兴奋 因为死者生前立下遗嘱 女友可以得到死者一半的遗产 这么说来 女友就有杀人动机了 与此同时 海瑟琳见到了死者的父亲 赌场大老板山姆 其实山姆是他多年未联系的父亲 许久未见的两人 述说了很多往事 说着说着山姆就开始伤心起来 他有两个儿子 没想到一夜之间就少了一个 山姆说儿子风流无度 每天换一个新女友 不过那位金发女友和死者 在一起很久了 可他更爱钱 山姆也认为死者的女友便是凶手 与此同时 吉尔在药品上 也检测到了女友的指纹 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女友 难道说女友就是那个凶手吗 此时老法医解剖了死者的尸体 发现他的胃里并没有食物 都是一些被溶解的毒品 没有人会将毒品当饭吃 显然是凶手强迫的 然而这些毒品达不到致死量 富二代真正的死因 并不是吸毒过量 而是肺部遭到了压迫 与此同时 布朗根据死者购买毒品途径 找到了一直给死者 提供毒品的毒贩 得知富二代的死 毒贩表示很心痛 因为他损失了一个大客户 据毒贩所说 案发前一晚 他曾去过死者家送毒品 当时死者的女友也在 可女友之前却说自己外出了 也就是说 他撒谎了 而且药瓶上还检测到他的指纹 那么女友的嫌疑就大了 面对调查员的质疑 女友解释道 这些处方药都是他亲自帮死者买的 等死者磕完药后 自己和朋友出去了 声称案发时 他并不在案发现场 根据目前的线索 死者体内的毒品 虽然达不到致死量 但也足够让死者神志不清 为了加速案件的调查 凯瑟琳和吉尔进行了现场还原 死者当时被捆绑 已经失去了反抗能力 那么就需要有人按住他 压住死者的胸口 捂住的口鼻 接着需要另一个人捣碎药物 然后灌进他的嘴里 结果用力过猛 死者的肺部遭受强烈压迫 最终窒息而亡 而死者胸口的三处愈痕 应该是扭扣的痕迹 也就是说 凶手是两个人 案发前只有金发女友和毒贩 去过死者的住处 那么他俩联手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 就在这时 吉尔得到消息 毒贩独自一人跑去了边境的沙漠 吉尔立马带人去车赶往 此时毒贩正对着一处沙漠 疯狂地挖着什么 警方立马控制了对方 而吉尔也在毒贩车里发现了交代 这无疑增加了他的嫌疑 然而毒贩却解释称 这是死者嘱咐他的 一旦死者出事了 就来到这里守护好他的财产 空无一人的沙漠中 却出现了一道暗门 警方小心翼翼地走下去 却发现里面储存着大量的金银财宝 这谁看了不心动啊 只可惜这些白银的主人没宁花 很明显 这里就是死者的小金库了 回到实验室后 布朗和沙拉对比了案发现场和毒贩车上的交代 发现交代断口处痕迹一致 也就是说 现场的交代和毒贩车里的是同一卷 可以说是证据确凿 即便如此 毒贩依然说自己和死者是好友 地窖也是死者生前告诉他的 警方显然不相信 拿着搜查令 找到了毒贩家 结果发现了一位美女 她自称是毒贩的妻子 就在这时 实验室那边传来消息 他们在交代上检测到两组指纹 令人震惊的是 指纹不是毒贩和死者女友的 经过一番询问 毒贩和女友确实有些关系 但两人都有不在场证明 也就是说 警方这么大费周章 结果抓错人了 那么凶手会是谁呢 就在警方一筹莫展之际 尼克这边有了新的线索 他先前在死者家狗洞上提取的指纹 经过对比发现 指纹是属于死者弟弟的 这就奇怪了 进哥哥家不走正门 非要钻狗洞 对此弟弟解释道 那是在一个月前 死者忘记带家门钥匙 自己就钻狗洞进去帮他开门 这确实很合理 只是吉尔注意到 弟弟一直在挠自己的小腿 翻开一看 吉尔确认这是杀枣的咬痕 此前尼克在死者后院 接触过狗狗后 他的腿也被杀枣咬过 这种咬痕需要48个小时才能恢复 显然在死者被杀时间内 弟弟曾去过死者家的后院 这样一来 弟弟的嫌疑就大了 只不过这些只是间接证据 并不足以定罪 经过调查 他们的父亲山姆 似乎想将大部分遗产留给死者 哥哥一死 弟弟就能继承所有的遗产 这或许便是弟弟的杀人动机 可这起案件有两个凶手 那么另一个帮凶会是谁呢 现在胶带上检测到的指纹 还没有找到主人 看来指纹的主人就是另一个凶手了 另外还有一件物证 就是在现场发现的耳环 那并不是死者女友的 而死者家的女佣也是年纪比较大的人 不会戴这种耳环 还有一点令人疑惑 毒贩有不在场证明 可内卷捆绑死者的胶带 为何会在毒贩车上呢 只有和毒贩有关的人 才会接触到他的车 那么这个人就只有毒贩的妻子 他有毒贩的车钥匙 所以内卷胶带才会在毒贩车上 经过指纹对比 他们最终确认 胶带上的指纹就是毒贩妻子的 也就是说 妻子与死者弟弟合谋 杀害了死者 原来毒贩妻子和死者弟弟 是在聚会上相识的 妻子厌弃丈夫和死者女友勾搭在一起 而弟弟因为哥哥抢走了父爱 以及那些财产 所以两个人一拍即合 弟弟先是从狗洞钻进了死者家 然后将毒贩妻子放了进来 接着两人合力捆了神志不清的阿妩 一个负责按住胸口 一个负责灌入毒品 争执之下 妻子的耳环一落在了现场 案件就此结束 富豪一夜之间 就失去了两个儿子 好在还有凯瑟琳 虽然父女俩太久没有联系 最起码还有个依靠